揭秘庆余年的五大真相 一 叶刘云到底欠了谁的人情 范贤下江南回收三大方石 长公主李云瑞以军商会的名义 派大宗师叶刘云去杀范贤 不料叶刘云却对范贤说 范贤 我欠了人情 你离开江南我不杀你 那么 叶刘云到底欠了谁的人情 电视剧没有交代 网上众说纷纭 但似乎都与他放走范贤不搭便 事实上 他真正欠的人情 跟庆国郡主李丽丝 也就是后来的罪先居花魁斯李丽有关 当年 叶青梅为了帮助庆帝夺取皇位 用巴雷特轰死了庆国的明王和德王 事后他受叶刘云所托 用庆余堂的秘密渠道 将明王的孙女李丽丝 和李丽丝的弟弟 母亲送往北齐避难 这份人情叶刘云一直铭记于心 范贤的真实身份曝光后 叶刘云知道自己已经不能动他 但作为军商会的供奉 叶刘云又不能不来 好在还有一份人情未还 于是他便以此为由 做做样子 二 既然修炼神妙秘籍能够成为大宗师 那叶青梅为何自己不练 答案是他身体不适合 庆余年里面的舞者 其实和江夜里面的修行者一样 都是利用天地元气来提升自己的实力 但庆余年世界里的元气 已经变成了核辐射 只有土生土长的新人类 才能够将这些东西当成能量来使用 叶青梅作为N2智能的高科技试验品 他的肉身最多只能做到不被核辐射伤害 却不能利用他们 三 四顾剑为何要杀自己全家 首先 是为了复仇 四顾剑原本也姓叶 是东夷成老成主的私生子 只因早年心智未开 饱受欺凌 就连成主都不把他当人看 他身份卑微的母亲更是被羞辱致死 幸好遇见平等待人的叶青梅 赠送一本剑诀并亲自指导 他的人生才发生转变 剑法出城后 他便杀进成主府满门复仇 只有一个弟弟逃脱至男情 这就是后来的影子大人 其次 是为了锤炼决绝的剑意 四顾剑心中积攒了太多怒火与杀意 他灭了城主府满门 铸成绝情绝性的极端心理 这才突破九品障碍 成就一往无前的剑法 晋升大宗师之境 四顾剑即绝情也即深情 他用自己手中之剑 守护着整座东夷城 为了给死去的恩人叶青梅讨个说法 他曾几次潜入庆国皇宫刺杀庆帝 可惜都被挡了回来 四 五竹明明有无敌的雷射眼 为何一直不用 答案自然是忘记了 叶青梅逃离神庙时 遭遇神庙使者追杀 五竹为了保护他与对方周旋 在交手过程中受伤 丧失了部分记忆 大东山会战过后 五竹重返神庙试图找回以前的记忆 结果反被神庙洗白 范贤为了对付庆帝 强行将他带回京都 期间五竹才渐渐想起一些事情 但他也只是隐约记得最近发生的点滴画面 雷射眼从始至终都没用过 再加上失忆 五竹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五 为何庆帝宁愿毁了巴雷特 也不杀范若若 原因是好奇心在作怪 庆余年故事最后 范贤与庆帝彻底决裂 跟他刀兵相向 关键时刻 范若若抠想巴雷特 本想助范贤一臂之力 可是由于心软 没有痛下杀手 导致自己暴露 庆帝趁机将他挟持 并毁了巴雷特 当时五竹贪坐在地 是如何是好 可偏偏在这个时候 幸迪的好奇心冒出来了 他觉得自己此生 最忌惮的两样东西 都见识过 唯独没有见过五竹的真容 他想揭开最后 这个秘密再去杀人 于是 他越过了范家兄妹 静止走向五竹 强行掀开他脸上那块黑布 结果瞬间被雷射眼击中 灰飞烟灭